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Gail》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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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來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表演 到總決賽之後 剩下的就是表演了 我覺得自己心態上 應該就不會有那個比賽的 PK的壓力 希望我能夠有個好的成績 人類的本能都是會把 最棒的一面留到最後 到最後到底誰會贏 我覺得很難說 每個老師我覺得包括我自己 我覺得看大家都是 在看一個企圖性 老娘今天就是跟妳拚的 那種心態 覺得哪位學手都要去灌溯箱 立結或猛車 好棒 妳有姿勢喔 姿勢 97天的比賽 最後的七個人都非常厲害 我等的就是今天 下班 官大ila built 今天晚上我就是生靈之王 放森林中 清理一下 趁 嗨 哈哈哈 無理 哈哈哈 無理 快點 對 shredded 那 extensively Hall 草莓王年终热销 冠军上下沙3.6折起 2500送1000块上草莓王 本节目由台新智慧好伙伴冠名赞助 IM短影集ET Today 现场投票中 力挺心爱选手发单曲 立刻搜寻APPIM短影 本次的冠军大奖为日本原装进口跑率 Mitsubishi Eclipse Cross 歡迎大家来到了总冠军赛 好 今天要再一次融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飞行导师 再次的欢迎Ella 陈佳化 来到现场 哈囉 大家好 我又来了 還有我们的信老师 还有我们的交唱导师 小语老师也来到了棚内咯 今天其实一开始的气氛 蛮温馨 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小动物们 小植物们都回来了 哈囉 一起回来团圆了 哇呦 艾莉 还有两位感冒的同学好了吗 小屋 还有玉琴 孟犬也回来了 好多人喔 还有森林之王 凌云还有森丽安 我有在看PTT 两位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森林之王 森跟林就是网友说的 森丽安跟庄凌云两个人 他们觉得是内定 对 所以说森林之王 但他们两个现在已经被淘汰 所以 对 所以其实是没有这个内定之说的 一起帮你们的 曾经的队友加油好吗 我们今天的开场公演很特别喔 邀请到这三位嘉宾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都曾经入围过 金曲奖 最佳新人奖 各位女士 女士 让我们用最佳车的掌声 加尖叫欢迎 Erica 吕强 还有孙顺希 算多纽约街头 快要晚的时候 谁要你唇上的温柔 怎么忽然变成电钻钻钻头 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的河头 成年一半一直睡不够 干嘛休假了 网上总有人转秀 一架水到自然醒过来 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 爱只想再见一世 第一面后层没有心 听不出来 说来这个事情也奇怪 只要算不值得有你 对我却懂 就放开睡得像小孩 睡得像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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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这个胡闹时代 到底有多坏 世界变得太快 是非成败 等抱你入怀 只剩事外 一架水到自然醒过来 不管这个胡闹时代 到底有多坏 只想再见一世 体流淡 你妹妹有心情不出来 说来这个事情也奇怪 只要想不值没有你在 放哭着就放开 睡得像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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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I'm We 只能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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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失去的爱 逃不回来 我还有话 想对你说 捨不得说 来不及说 离别的话 最难说出口 你会找到新的生活 我会收起我的难过 我会收起我的难过 相信一切都是值得 就放心去吧 就放心去吧 就能幸福和快乐 自由的黑 有天使在你身旁 就放心走吧 只能记得你灿烂 只能笑容声音 以外 只能想念你 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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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念你 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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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其實有個共同特點 除了是曾經參加過選秀 也曾經都入圍過最佳新人獎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最近剛好都發片 天鵝說 是的 11月30正式發行的 然後天鵝說 DARE 2第二張專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的 一定要支持 還有李佳樂 我跟Erica一樣 在11月30號發行 我自己的DARE MYSELF 專輯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 一定要 這是我以爵士為底的 一個實驗專輯 然後跟很多音樂人 即興創作同步錄音出來的 裡面也有OZ跟娃娃 魏如萱一起合作的 請大家多多支持 西遊記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 了解自己 去享受它 去感受音樂 我覺得就會被看到 活在那個時刻 會發光的 老師是看得出來的 給鏡頭看一下 等一下 李佑廷 是地球耶 幫忙一直站入 快去 你去 你去衝過去 你去衝過去 來 你剛剛要自己抓自己 這是我啦 我自己 從事到自己 好順喔 好順喔 我回事 風神 好 進哪 我自己 效果很多 現場我們有一百位觀眾 他們是音樂領域工作者 還有網紅 還有我們的KTV的從業人員 還有電台DJ 那這一百位觀眾 每個人手中都有三票 這每一票都要投給不同的人 每一位導師手中呢 也是有三票 可是待會兒老師的票 一票會等於十票 我們這一次的森林之王 是觀眾去選出他們的結果 我覺得很棒 從2018年的9月5號 那一天開始 總共有103個選手 來到了森林之王 一路的比... 比到現在 最終有七位 即將要在這個舞台上 打他們人生當中 算是最重要的一場戰役 到底誰能夠勝出 只有一個森林之王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第一位即將要上台的 這位選手 他的精采回顧影片 請看 今天森林之王的時候 就很多選手都會 這邊叫我老師好吃 有些參賽者 聽過我的歌什麼的 然後會覺得我 為什麼會來比賽 因為當初跟公司就是 講好說就是 他們會來做這樣一集 然後我就是 就是要來比賽 他的懷抱 接下來進入搶麥的環節 就是我在把歌曲編曲啊 什麼都處理得很好之後 哎呀 糟糕 我搞錯重點了 因為畢竟比的是清場嘛 在導師合作賽這一輪 我最大的心得就是 有時候你想做的事情 不見得適合你 友婷他可能 不適合唱 太大眾的音樂 我覺得你唱你的創作 絕對是非常有魅力 我是一個創作的人 然後在那邊 唱別人得意有沒有把它唱好 那我到底留下來幹嗎 所以其實那時候一度 很想要棄賽 就想要逃跑這樣子 回到一個自己舒服的 表演的舞台 在錄合作賽的時候 是我在森林之王的一個 很重大的轉折 因為在這樣的合作中 我更深入的了解 每個人的強項 所以覺得其實我們在這個舞台 然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 爆發的時候 而賽制的存在其實目的 也是為了要讓每個人的長處 得意夠展現 九個人一起上的搭帖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棒 雖然我在裡面就是一個 跳舞的小弟 但是我覺得那樣子 把所有東西結在一起的秀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好 所以其實有在看的話 會注意到 其實我在那一集之後 就開始比較會笑了 我自己跟心中的自己 就過去了 下一集之後 我就開始非常非常非常認真的 去看待這一切了 對你有禮貌 在選手PK賽這邊的時候 其實在確定可以唱創作曲之後 我就決定要馬上唱 把音量轉小這首歌 記得我曾經跟友凌說過 你只能唱自己的歌 你今天唱自己的歌 唱得太好 唱得非常好 因為那時候 要跟徐英明PK嘛 比這個賽制 就是我有一個深刻的人生的體悟 確實友庭讓我 驚豔得很誇張 我覺得友庭真的是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片子 太好聽了 真的太棒了 尤其老師他們也有覺得就是 怎麼會這樣子 友庭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知道 但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很像是 開竅的感覺 雖然很常在PK什麼的 但其實一直以來最大的對手 真的就是自己 能夠在這個比賽中 獲得成長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它就是一個門檻 然後你沒有過去 對一個表演者 是會有一定程度的 負面影響的 就是很慶幸自己能夠 存活下來 渴望我想要你全部的 只要 歡迎第一位選手 李友庭請出列 友庭你準備好了嗎 嗯 歡迎友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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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端 甜腿 加油 你也沒有人 加油 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 谁能够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爱将我的轮廓填满 谁想要找到我 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 让我知道存在 还在原地停留等着你 也等着我自己 你若能懂 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 谁能够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爱将我的轮廓填满 谁想要找到我 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 让我知道存在 你能否有种 拥有那每一种的我 我会愿意被浪一切的爱 谁能够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爱将我的轮廓填满 谁想要找到我 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 让我值得存在 谁 谢谢友庭的演唱 好棒 我覺得友庭剛剛這一段表演 講實話我剛才 我快哭了 我就連現在我都還想哭 因為那種感動 除了你現在帶給我們的作品以外 還有這個時間累積的一些情感 還有看到你為舞台的付出 犧牲 怎麼講呢 我很感動 很感動 然後你剛才唱的小小的 在那邊好像在房間裡也好 在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地方 但是我彷彿去到了一個宇宙這麼大 那個空間 那個空靈 那個氣場 是因你而牽動一切 所有人的心被你掛在一起 牽連著在一起 你的呼吸 你的心跳 你的情感 你要說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感受得到 非常珍貴 非常珍貴 我好愛你的作品 好棒 友庭 友庭就是 哇 這個吉他編曲真的是太強了 對啊 編得好好聽喔 謝謝老師 然後那個友庭這樣子的音樂人 其實來參加一個選秀比賽 是有點風險的 尤其是前半段 常常有時候他在翻唱別人的歌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不會這麼吃香 可是他哀到 就是這個舞台終於可以讓他 為所欲為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 每一次的表現都很驚人 很好聽 真的 很棒 謝謝 友庭呢 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在錄音室 就是前面兩次來給我的感覺 都是他一直在睡覺 就會覺得很想有一股衝動 私下跟他說 你到底還要不要比賽 就是老師我就是因為 黑影圈就是和臥彈都比較大 所以 偶爾是看起來很多人都會說 我沒睡飽 但其實 我覺得上你的課的時候 都是滿有精神的 我覺得你就是維持這個狀態 然後睡飽 不要感冒 一定OK 對 謝謝小語老師 我們也讓友庭計算一下這首歌好嗎 為什麼選這首歌當總決賽的歌 這首歌叫做誰 然後他在講的是關於 一種渴望被找到的心情 其實在參加選秀之前 我已經 一個人 一個人走很久了 然後 然後 就是 對 所以我特別 想把它放在最後 最後一刻唱 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我 還是 除了我之外的所有選手 都一定是抱著這樣的心情 希望能夠有一天 被 被你們找到 我也是 友庭 我也是 友庭 我也是 我也是 你做到了 大家都找到李友庭了 好 你先不要哭喔 因為還沒有贏喔 好 恭喜 碎碎的友庭 你先完成了你的歌了 你可以先去休息一下 OK 那裡好多魚喔 有沒有看到魚 友庭現在在餵飼料 有沒有 那些魚就開始在那邊搶食 有可能喔 怎麼那麼餓 友庭 那是我的位子 你要去後面休息 去後面吧 你不是很需要睡眠嗎 去吧 很開心能在 孝老師找到 希望以後有機會就是 可以 把自己的作品 給孝老師唱 馬上我們要看第二位 也是森林之王的高人氣選手 他的比賽過程VCR請看 我們家是開小吃店 也覺得爸媽很辛苦 自己會覺得想要靠唱歌來 就是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 大學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比賽 但就是一直跟選秀節目 沒有什麼很大的關聯 反正選秀節目 應該也是看外表吧 就是 我長這種胖胖 應該也是沒有機會 但是我朋友 就是一直Tag我 你去比一下去比一下 我就 嗯 好 那我就去 然後那天來了非常多人 整個鬆煙都大爆炸 就是小雨老師有按 暗爆炸那個節目 我那時候心裡有點就是 怎麼會 為什麼 為什麼會按爆炸 那個力竭 我按你Fail 是因為我覺得你的Key 力太低了 可是之後老師 對我都蠻肯定的 所以我就覺得 老師你當初海選不是這樣的 第一次進棚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海選 海選猛獸 自己講得很害羞 走上去的那一瞬間我覺得 我得到一切的那種感覺 這一場比賽其實對我來講 是蠻 蠻重要的一個轉變 如果你自己都無法接受自己 你現在的狀態的時候 那就改變 沒什麼好抱怨跟哭泣 不應該放在這裡來影響 你這麼好一次的演出 因為老師說這句話 我就更有動力就是 覺得好 那我就 我就改變 我從老師講完那段話之後 我到現在撿了十公斤 好像也是蠻大的一個數字 蠻多朋友就說 你好像變了耶 你好像變漂亮 變更有自信 那下一次的賽制是 跟老師合作賽 那這個播出後 其實很多網友都留言 然後私訊就說我 這次跟上一次的播出 其實有蠻大的改變 大家就是有感覺到我在改變 在當我回家這首歌 比賽得到的自信跟成就感 我覺得是遠遠超過 之前比賽的感覺 今天你唱這首歌 我覺得你真的唱得非常的好聽 這一首歌是我今天聽到目前為止 就是 最感動的一首歌 播出當我回家這首歌之後 其實 反應還蠻熱烈的 那也是因為 安董這個非常有才華的人的關係 這次的賽制是我們自己 選手要跟選手PK嗎 到最後就剩我 安董 若帆跟Gail 我們四個人 我選Gail 然後他選Gail的時候 我跟安董整個就是 怎麼會是你跟我PK 因為我們就上一個賽制才唱了 當我回家這首歌 就是把安董PK掉 我也是蠻難過 最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唱歌給大家聽 就是抱著我 最當初的熱情跟初衷唱歌給大家聽 歡迎許莉潔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加油 加油 Fighting 加油 原本 作曲 李宗盛 黃昏從人潮散開 躲在人群裡發呆 看見你走過來 有好多的期待 我應該 天空被藍色暈開 我們聊得好燦爛 懷疑美好的現在 是否應該有期待 我說 這是今天最寂寞的時候 太陽照著你好溫柔 所有的希望怎麼被絕望淹沒 這是今天最寂寞的時候 看到他牽著你的手 害怕我自己無法忍受 對不起我會離開 對不起我會離開 然後 怎麼還沒有走開 怎麼在原地徘徊 風光美好的現在 為什麼要等待 為什麼要等待 我說 這是今天最寂寞的時候 他怎麼牽著你的手 太陽照著你好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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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希望怎麼被絕望淹沒 這些字幕媚鑿 那個海果緣對你好溫柔 你看到 unlocked そうそう 醫 guitar等一下 紅被藍色暈開 昨天聊得好燦爛 瘋狂明媚的現在 我說 謝謝 謝謝麗姐 謝謝 真的很享受 什麼 怎麼了 老師 開始拉票 怎麼了 姓老師 很屌 什麼叫收放智乎 看到沒有 你明明知道他是一個掛力 有什麼 Turbo引擎的 然後覺得收得這麼好 漂亮 謝謝老師 第一次 有人還沒有拿麥克風 就在場外叫囂的老師 姓老師 麗洁我從第一次聽見他唱歌 我就覺得他就是天生的好歌手 他唱歌有高超的技巧 其實當你擁有了技巧 再來一個 你比較難去還存在的東西 就是情感 但是他都有 我聽到你是自在的 你沒有在那個當下 有任何的壓力或什麼 我覺得你就是很正今天 謝謝老師 說到情感這一塊 為什麼我力竭想選這首歌 其實以往在唱歌會覺得 就是好像就是想要唱技巧 唱好唱滿 可是卻忘記就是唱歌的初衷 因為當時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是覺得 我很感動 因為這首歌其實就是很簡單 可是卻可以得到別人的心那種感覺 我就想要 回歸最原始的自己的感覺 其實你那個好好唱歌的感覺 那種很有天賦的那個能力 真的會讓人家很多的感動 所以這個是你最大的優勢 跟最棒的一個優點 你要好好的keep住它 千千萬萬不要讓它流走了 不要被太多的東西影響 保有那個初衷 就像你今天選這首歌 想要回到最純粹唱歌的那個感動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剛才聽你唱歌真的有被你感動 所以只能說就是 我就是非常喜歡你的這樣子的狀態 我覺得完全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只是很會唱歌 而是你除了很會唱歌以外 聽你唱歌會被感動 我覺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吧 今天我覺得很棒 很棒 真的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 然後我常常在錄音間跟你說 你唱歌好聽之外 好聽到我想未來有機會 在你的唱片裡面跟你合作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是認真的 好 謝謝老師 先請麗杰先操作休息 謝謝麗杰 這輩子有幾次可以給小瑋老師做專輯好不好 所以說 你一定會轉 直接想到那邊去 馬上歡迎下面一位 他是小烏龜鄭可強 我永遠記得我在八月底的時候 跟我的主管提出要辭職 然後我就背著我的行李和夢想 然後從南投出發到台北 然後第一次我參加聖靈之王的海選 我唱了一首《等你愛我》 給那種超大咖的製作人聽 我沒有想過人生會有這段發生在我生命當中 然後我整個身體都是麻的這樣 過幾天之後 工作人員通知我說我入選 然後在九月五號的時候 我第一次踏進攝影棚 這才是森林之王的標準吧 因為我聽到了一把非常喜歡的聲音 那個烏龜 烏龜 恩者龜 恭喜你 雖然後來被救回來了 但是我還是體會到就是 森林之王還是很多很厲害的高手這樣 第二輪的賽制是搶賣賽制 然後《不愛我就拉倒》這首歌 其實對我的改變很大 就是它播出之後 讓我IG就是超級多人關注 然後其實我也從這些關注當中 迷失了一些事情 然後第三輪的藝人合作賽 就是因為《不愛我就拉倒》播出之後 大家的喜歡讓我覺得 我好像應該要拿出更多的實力 然後來回應他們 心態已經變直了 結果反而導致自己的表現不穩度 這次我是跟張薇合作 然後唱友廷老師的創作 因為他這首歌是第一次這麼大曝光嘛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好好完成這個任務 今天這個表演 你沒有說服到我 我其實也很想問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走音 知道 結果整個大老賽 選手選擇PK戰 其實在這輪的時候 我的心態是超級不完全的 就是我彩排完之後 我覺得我就好遠 好像就是 我開始害怕唱歌這件事情 就覺得每次好像到森林的那個 攝影棚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不想唱 然後我不想踩 其實我覺得就是 已經迷失自己了 其實你的對手 真的都不是任何人 因為只有你 表現超越你自己的時候 那才是我想看到的 我要救的是鄭可強 一路被這樣留下來 一不在乎到底是輸還是贏 然後 我就想要把剩下的兩首歌都完成 這次的民間高手PK賽 我選的歌是知足 選這首歌的動機是因為 我想要告訴大家 比賽到現在 我只想要把我想要說的話 然後表現出來 畢竟從一開始到現在 走了大概三個多月的時間 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我不想要管 大家怎麼想 大家怎麼看 我只想要好好的 唱完這首歌 然後就讓我平靜的完成它吧 讓所有人聽到 我唱這首歌的樣子 歡迎鄭可強 好可愛喔 他在保護喉嚨 什麼他很冷 可強 麥克風將你一手中囉 記住 穩住 加油 交給你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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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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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曾懷疑你 還是毫無頭緒 外面正在下著雨 今天是星期幾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裡 雖然不曾懷疑你 還是忐忑不敵意 誰是你的那個唯一 原諒我 懷疑自己 我明白 我要的愛 會把我窗外 像一個小孩 只懂在你懷裡 懷疑 你要的愛 不只是依賴 像個大男孩 風吹又日曬 生活自由自在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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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曾懷疑你 還是貪得不定義 誰是你的那個唯一原諒我 懷疑自己我明白 我要的愛會把我寵壞 像一個小孩只懂在你懷裡懷 你要的愛不只是依賴 像個大男孩風吹又日曬 生活自由自在 我明白我要的愛會把我寵壞 像一個小孩只懂在你懷裡懷 你要的愛不只是依賴 像個大男孩風吹又日曬 生活自由自在 謝謝你們 謝謝可恰 好棒 這人只會畫這個線啊 怎麼了...欣老師 他又在那邊畫冠軍了啦 你大家都冠軍 他在混淆式聽起來 混淆式 幫忙拉票一下 很棒啊 欣老師 我剛剛聽到他之前的那個 青花詞 老天啊 第一集的 那個Grooving 然後在那個音色在裡面 悠遊自在那種感覺 好厲害喔 你應該多往那個方向 其實唱歌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了解自己適合唱什麼 那個青花詞太厲害了 有嚇到我 可是他剛剛是唱你要的愛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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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幾杯 對... 對... 當然也是很好啦 但我是一直沉醉 在剛剛那個青花詞 好 那我們先 我們先來問一下 你先從青花詞出來一下 直接出來 好 先出來一下 其實青花詞它表現得非常好 你先聽我講完 幹嘛 你也喝了不少 先聽我講完 青花詞它是巔峰 中間呢 它就開始一直停擺 要嘛就稍微退步一點 今天呢 又回到青花詞的水準 太棒了 你就應該要守規矩 好好唱 不要想太多 今天的你其實 我覺得有一點點壓抑 因為我覺得你好像想表現什麼 但是沒有做出來 這個抉擇是對 我覺得 雖然聽起來有一點保守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 喜歡的就是你這個保守的狀態 包括我在內 包括我在內 要讓人家覺得你的作品是 值得讓大家一聽再聽 舒服的 好聽的 你今天這個作品可以啊 謝謝老師 可強最後選這首歌 有這樣子的抉擇原因 有什麼特別的嗎 呃 我以前是 喜歡唱歌的一個人而已 然後我去 考街頭藝人 然後這首歌是我 考街頭藝人當下 考試的那首歌 對 然後我想說 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跟那個小老師講的一樣就是 中間其實一直跌跌撞撞 都沒有回歸到我最初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想說 找一個當初 有點夢想起步的那種感覺的歌 然後來唱這樣 對 她的音色真的是非常 就是得天獨厚的 然後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也非常的 穩定 好聽 剛剛聽到 都想跟她一起唱了 真的 真的很棒啊 謝謝老師 謝謝可強 先稍坐休息 Yeah Good job 可強 魏魚秀 魏魚秀又來了 魏魚 對 魏魚秀又開始 很開心 可以來比賽 然後可以比到 哪後面呢 對啊 好 馬上要歡迎 接下來這位 我們森林之王的小可愛 Let's welcome Gal It's really my best memory in 2018 to participate Jungle Voice Before I came to Taiwan I was scared that Taiwan people won't like me however however all of the friends and teachers here are really nice and they were so kind to me this round is like even more excited because I don't know who will come out of that door and after I knew that Yero came out I really didn't want to battle with her because she was so nice and friendly to me and I just like her very much for this round I'm just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ing with a Taiwanese singer but I'm also really scared and worried that I have to sing a Chinese song and it's not only Chinese it's also Taiwanese which is really really hard and for this round when it got on air Asia over Asia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Hong Kong Singapore Thailand and Malaysia so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everyone so much for liking this and supporting it for this round we have to work as a team and we have to communicate I it was kind of hard for me because I live in Thailand I can't really communicate and practice with them so I decided to fly to Taipei earlier to practice with Hapi for the last time the competition system for this round is like really mean we have just worked together and now we're battling each other again which it's not comfortable at all for this round I chose the song Stranger in the North which it also have a Chinese rap which I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practicing on this round 能夠這麼順暢 節奏這麼清楚 很顯然它是很確定的 很確認這個內容的 天才小兒孔 this round was the most comfortable round because I don't have to battle with any contestant I just before I came to Taiwan I never expect that I'm gonna come to the final round but I'm just really happy I can't really describe what I'm feeling right now but really really happy Junggu Voice really taught me a lot of things the thing that I'll never forget is Taipei and for this round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results anymore I just want to try my best in this show 讓我們來歡迎 Gail Yay Hi 好可愛 我媽 今天是最後一次的比賽 最重要的是 台灣給我美好的回憶 回到泰國在陷阱 我也還是會心會開 哇 謝謝Gail 她已經把她今天要表演的歌名 講出來了 歡迎Gail帶來的心會開 I invited Yaya because I saw her performances that she did and like her dancing skills were really good and I just really like the way how she dance For the evolve 這是我 看到Ain cheg低 改善 的話 我們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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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阿姊 我太誇張了 GAL 真的超棒的 她太厲害了 而且呢 GAL的出現真的促進我們台灣的生育率 大家看到她都一直說想生一個想生一個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我覺得 我覺得她真的好可愛 然後 她參加《森林之王》 到現在有八成的歌都是中文歌 她可以唱英文 可以唱泰文 她選擇唱中文 我看到的就是她很努力 我很佩服這個孩子 但是我更多的是心疼 真的很心疼她 然後我希望過完今天 她可以好好休息 然後我希望在未來 不管她在泰國發展 不管在台灣發展 只要需要我 需要我們任何導師 我一定第一時間幫助你 你太棒了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好愛她喔 怎麼辦 而且她是少數 應該是唯一讓我可以 從頭到尾不被 舞群影響 通常我都會瞄個兩眼 今天 你很煩耶 你也太誠實了 今天 今天我完完全全的 專注在她身上 然後人歌合一 然後 跟著她回到她的 那個世界裡面 甚至於我 忘記她不會講中文這件事情 不會講台語這件事情 很棒啊 愛你 謝謝老師 一個隔空的擁抱 一個Be hug 我覺得她敬業的程度 以她的年紀 都必須是我們在場所有人 都要去學習的 不管是她為了中文歌 對 為了表演的設定也好 這個 對啊 我覺得要 我自己要站起來 要給你致敬一下 對 謝謝 謝謝小玉老師 加油喔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Gal 謝謝 我們愛你 謝謝曼玉老師 謝謝 謝謝 我愛你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歡迎這一位 是森林‌梓梗裡面 也是很重點的人 歡迎 張若帆 你變得不能再對我談吧 其實森林之王 是我第一個比賽 我一開始 並沒有很想來參加報名 因為我是一個 非常沒有自信的人 所以一開始 其實是經紀人 覺得有一個機會 你為什麼不去嘗試 然後就提起 很大的勇氣來報名 我覺得張若凡唱歌 一聽就是很扎實 硬的 要什麼音色有什麼音色 播出之後 收到非常多的迴響 所以那時候我的自信心 開始有慢慢的起來 結果第二次我就搶麥失敗了 後來還是很幸運 就是因為人氣飄被 被救了回來 被撿了回來 我那時候 對到凱琳以後 我覺得節目是不是很討厭我 想要把我弄掉 想要淘汰我 但後來覺得他們還是愛我的 對 第四次的團體合作賽 我真的很希望 1 2 3 4 5 6都是團體合作賽 因為我很喜歡跟大家一起表演 然後我也很喜歡跳舞 剛好藉由這個機會 然後我跳舞的時候 他們都會在旁邊給我 就給我尖叫 然後給我很 很有愛的眼神 我覺得這個團體合作賽 讓我真的很沒有遺憾 嗯 走了嗎 你想走我 若凡 唱歌傳達情緒 我一直很希望 他可以多被觀眾看見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我會覺得滿欣賞的一個 唱歌的人 情感投入程度很高 而我也 我也被你深深地打動 那一天是我真的覺得 證明自己的 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在那一天 我玩PK賽 讓我壓力 非常非常大 我不出門 然後也很少失敗 也一直失眠 整天傳訊息給我的經紀人說 我真的睡不著怎麼辦 我輸的話怎麼辦 我一開始看到我的對手 進來的時候 是我私底下的好朋友 那我知道他 之前有參加過 其他內地的一些 很厲害的節目 所以對我來說 他是唱功非常穩定的一個 一個歌手 所以後來真的是 也是因為Ella老師跟我講說 我應該要穩一點 我應該要站穩那個舞台的時候 我真的有把所有的心思 跟力量都慢慢地用歌聲 然後釋放掉 對 我覺得我是越錯越有的選手 因為我只要 很害怕很害怕的時候 我音樂一下 我反而那個害怕會突然 凝聚起來變成一個力量 然後就會越唱越好 那是一生無所謂 讓你在回味 自不再難以 最大的掌聲歡迎張若帆 若帆 吸一口氣 準備好了嗎 好 好 我們掌聲歡迎江若帆 Woo 他像這台陌生的旅程 一無人 也犧牲 沉滿夜裡是寫的迷惑 搖曳的不是放手 是先行著的規律 有一套在我上面在 快樂的理由 墮落到已經不來 我害怕一到月月時分 一生生一時分 一生我們的生存 我害怕 我害怕 害怕一生生 還有人 還有一張點 還有人生存 還有人生存 還沒有成員 我害怕 光芒不再沸騰 那飢餓的眼神 將往生放火吞 恨不得 恨不得 跟得一點不捨 我害怕 光芒不得 跟得 跟得 雪地上一個人 雪地上一個人 遇到年少還眷戀穿著 夜色像一堵粉 心裡 太熟稟 幸福是 勿密碌的 悲鰻 全球穿曲的體溫 不再向苦水碰滾 湖面有一個表本 實現實質當然 不過我當有情不難 我害怕一到遠遠是分 一轉身一閃閃 一下失去了放鬆 別害怕 別害怕 還有一整整 還有一 還有一整整 還有人想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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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成連連 我害怕光芒不再飛騰 那飢餓的眼神 將我身法火吞 你都恨不得 跟著一點不捨 將而出地摧毀成人 還有人想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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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成連 耶 謝謝若凡 我覺得今天看到若凡的企圖心很強 從歌曲一開始 那個眼神啊 包括我覺得你今天那個裝扮 都...都很有企圖心 感覺一直壓抑著 一直壓抑著 然後等著歌曲一直鋪陳 一直鋪陳 然後最後爆炸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棒 聲音依然很...很自如的 因為這個歌很難唱 突然...然後突然到低了 然後控制度要非常好 對 我覺得喜歡的人一定喜歡 非常穩定 非常穩定 謝謝老師 其實我剛剛聽他的聲音是 很有雌性的 然後舒舒服服的 長得漂漂亮亮的 其實他可以選一個安全的歌 覺得他 在總決賽這件事情 要來拚這個事情 我很欽佩你這個搖滾精神 很棒 加油 若凡做得很好 好 我們在這邊先謝謝 若凡的演唱 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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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緊張到我腦袋空白 然後歌詞就不知道在唱什麼 但是就想說趕快再編唱 努力把歌詞想回來 後來就順了 對 好的 馬上要歡迎下面一位選手 好 她是馮文璇 其實在我最一開始 得知這個節目 森林之王的時候 是我今天跟我講 然後她當下是希望說 我可以去參加這個比賽這樣 聽到的時候是非常的反彈 在我18歲的時候我參加超級有效 然後那時候得到一個還蠻不錯的成績 然後就一直期待說會不會有什麼好發展 可是後面就是不了了之這樣 想到最後一刻吧 我還是決定說 我想要再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在第一場比賽我選擇的歌曲是 《場上成吧》 因為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現在的我 馮文璇已經準備好 站在這個舞台上 一開始知道這賽制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 怎麼是這種 就是打開門出去 然後你要搶這首歌 可是你搶不到了 你就不能唱 我覺得我當下想做一個區隔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 場上成吧 對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場上成吧 好 等一下 等於是因為站舞蹈老師最後就選擇 我就覺得 開心又贏了一戰 第三次 是我最最最愛的一個賽制 就是一人合作賽 很感謝熊宰老師激發我的錢 然後讓我去真的勇敢嘗試這件 我真的很想做的協詞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可以跟他合作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 像這種樂透投獎一樣的事情 組隊合作 然後當下我真的覺得萬分雀躍 因為終於可以 大家不用互相廝殺 是一個 大家可以團結做一場表演 這一組裡面就是有歌唱組 然後創作組跟舞台魅力 三個組都在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 互相切除 然後你可以可能從創作組那邊 學到一點東西 今天一切還好嗎 其實到後期我幾乎每一個人都站上去 因為我很想要 趕快 結束那個賽制 然後就最後站著站著想說 嗯 站上去 玉琴 玉琴一定不會選擇 因為我們上次同一組 然後大家都感情很好 都很peace這樣 文璇 哇 她跳了一個文璇 我真的當下發誓我真的 超級無敵殺 而且玉琴她的狀況真的不太好 然後 我想要跟玉琴這樣說 就是 隊長還是很愛你的 然後我希望你以後可以繼續加油 然後我希望可以真的讓更多人 看到我認識我喜歡我 然後最後想鄭重的跟你們說 我是生靈之王的風玉璇 然後今後我會繼續的努力 請你們繼續關注我喔 我會是你別逃 就不不一切 最操心的一點 我們歡迎 馮文璇 她在生靈之王裡面 個人賽也從來沒有輸過 這是她的最後一站 文璇加油 今天你要選唱的歌曲是 王子的新衣 加油 王子的新衣 王子的新衣 加油 我睡了一覺 卻感覺的疲勞 頭髮就像一把刀草 鏡子前面穿了又再脫掉 頭骨 屁股 看得到心跳 羊頭鎖骨蒼白的線條 掛著隱形成長的背包 我的時候沒人看到 就像江華沒變了 沙發變成天地 用人麻痹 被挖得只有冷氣 還為我嘆息 如果王子的心意可以讓我挑選 我的腫脈會被看見 你的危險 有些瘋癲 沒有遮掩 穿著王子的心意在人群眼前 想看看你們瘋狂的臉 會愛我 不愛我 不必敷衍 帽子絕對的風險 是抱著我從前 還是說再見 我洗了一個湯煙無炸擾 突然更喜歡氧氣的細胞 你般的水有個漩渦 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 我常常的水不想擦掉 在窗上迴盪程度裡的不好 但世界需要對我騷擾 當它是我的海包 你說你的道理 我不放棄 但這是我的遊戲 我的規矩 如果王子的心意可以讓我挑選 我的腫脈會被看見 有危險 有些瘋癲 沒有遮掩 穿著王子的心意在人群眼前 想看看你們瘋狂的臉 會愛我 不愛我 不必敷衍 抱著絕對的風險 是靠著我胸前 還是說再見 冰空很透明 被算記憶 後覺跳動的頻率 雙手擁抱 你用力 你看得起 我的肩 我的心 少少留下的痕跡 我用力 都透明 全部透明 我的王子的心 依然掛在房間 等待機會出場跳演 到那一天 也許我會不再無言 當我進入這場戰異 就知道會不想戰爭遊戲 從你好著想起 勇敢卻突破那些困境 重複在水前 人們一起穿上機械 生活貪圍腳步 你們全部被我包裝越盡 失敗自己 消失 對我伺服掛齒 等待在我生命中 變成堅持攜帶 只會變成傷心 後來笑著衝見歷史 不必敷衍 冒著絕對的風險 是靠在我胸前 還是說再見 謝謝文宣 你唱到老蕭一直摸的心臟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 痛 痛啊 對 怎麼了 我很緊張 嗯 你在我心目中是一個rapper 然後你要唱王子的心衣 我就已經很打架了 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然後我自己的經驗 是唱我的歌的人都很慘 真的 就以往的全秀或者是 都一樣 我覺得 我不多說什麼 我很開心你選我的歌 然後 我很緊張 真的 因為 我剛剛就說了嘛 就是大家選我的歌都不太好 我也很希望選我的歌會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會好不好 對 他在跟自己心裡的某一個 東西打架 對 對 Are you okay 我只是希望你好 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歡你的東西 我覺得他剛剛真的有展現那種 女王的風範 而且他那個態度就是 現在我在這個舞台上 他那個眼睛是這樣看的 很有戲你知道嗎 但是後面又加了一段 應該是你自己寫的rap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身為一個rapper 一定要自己寫東西 你要透過歌曲 去傳遞你要傳遞的東西 所以你不可能一直唱別人的rap 因為那就不會是你想要說的東西這樣 然後你今天 也不失你原有的那個特色 然後也展現出 rock的那個感覺 企圖心非常的強烈 但我想也是因為這是 就是最後一場戰役了 謝謝老師 也謝謝文璇 謝謝 謝謝你展現了女王的風範 我自己覺得 我是算喜歡我的演出 然後我也很投入 可是感覺他也講不出 就是好或不好 可是感覺比較偏向不好 所以我就覺得滿失落的 好的 馬上歡迎今天的最後一位 總冠軍賽的選手 讓我們歡迎林夢辰 我第一次我演出 腦袋都空了 因為我很緊張 因為晉級嘛 就是很開心 然後非常開心 在等待播出 然後結果發現 喔 我只有8秒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一定要把表演弄得更好的 這樣子我才有辦法被看到 後面聽到賽制 大家都搶同一首歌 所以我就決定 那我就再加一個橋段 就是大家有聽到 就是足語的地方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只單純唱副歌的話 那我就沒有什麼 好特別的地方 然後沒想到就 老師就喜歡 然後等到播出之後 觀眾的留言 還不錯 IG粉絲一直在衝 一直在刷 連學校啊 大家全部都知道我誰 然後學校也非常支持 支持我 然後反而讓我 更有動力 想要繼續 變得更好 我覺得跟熊仔老師 合作的時候 就是學到了 然後我在唱Rap的時候 什麼時候需要大聲 什麼時候需要小聲 就是他教我的那種 大小聲這樣的方式編排 會比較好聽 所以我就覺得 這一次的 短短時間內 跟熊仔老師的合作 我是有收穫的 團體合作賽 我們那一組好像叫 叢林鐵字 這也算是我第一次 就跟他們很親近 我其實本身 是很自閉的小孩子 從國小到現在 就是一直都是這樣 在班上就是一個人一個人 但是我想說 抓到這種機會 可以這樣跟大家這樣相處 我就放開我的心 他們其實還滿好相處的 那一場是我勝利裡面 表演最不好的一次 你已經第二次 前半段讓我很緊張 就前半段在放空 眼睛一直飄來飄去 那時候我心裡 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只有剩下最後兩次的機會 就是來試吃我這一場比賽 我那時候就說 想說我 就是因為我只剩下兩次機會 我已經不管怪物是誰我 我只想要把表演做到最炸 然後讓大家記住 我覺得這是一個 在我人生中 是很棒的體驗 從以前就是一直 都是我在崇拜別的歌手 當別人的粉絲 到了現在 被別人崇拜的一天 我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我們造飛機造飛機 現在村培去 對 歡迎這一位 也是林敗基的林孟宸 歡迎林孟宸 這首是我在森林的最後一場歌 就讓我們來把這裡頂出好不好 Let's go Let's go 靠的關係戰鬥 賺的不必原效 沒賣拍的抱歉 讓你賺到飆飆飆的 大奏金剛被槍 只是上膛 假的放手衛襲上天堂 野生動物被關注 為了存活拼命整體關心 整整的生理會浪盡 心為了安全全力快會清醒 一入嘴巴野獸 過注他們搏鬥 中間保證運腳 幹他沒手護腰 這裡沒規則叫你貴 給你引爆這就對 站在山頭浪 戰鬥戰鬥還沒開始 但是你就說累 不認識寫得再放美 心肺太愛把當 就算我講你還放 你只能謀謀愛嗆 愛到比賽記憶圖變炸 怕到你回家並沒有修煉 你奔上我的流量 翻上我的聲量 還是有我的身價 比賽中會有終點贊 像看過去那總點贊 就是帶了去終點 反正流量送你終點贊 你墨是重複落效的我 墨是意圖剝表 做事重複指表 落在成都下等力 變成是不是鳥 I'm not yet in the top 你捧著慢慢勾太硬 I'm not yet in the top 我硬到讓你勾太硬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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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嚴肅靠得是勾太硬 我氣味靠得是勾太硬 也勾太硬 I'm not yet in the top My name is champion league I'm not yet in the top 小心我可以要你明桃 在我硬腳上的力 像你クリスクリスリ 我成功靠得是勾太硬 也勾太硬 帶著世界全是假道路 我就在這一首歌 跟你分界不同路 告訴你 多講什麼都是bullshit I am rude 我這組音樂性全是無賴 只告訴你 你對我覺得我愛我 我刮到你穿鞋 我炸掉你歪鞋 只要當我出場 那裡都是主場 不管怎麼阻擋 到底的路場 不需要你們力氣 不需要你們列印 就算今天沒有你們幫忙 我也能夠這樣爬上去 憲哥他所有雜碎 戰爛 而我說感恩欣賦 戰爛 你們機關算機像是工場 戰敗 我說破黑路的就像館場 嗨 嗨 這裡是Beerle還是Beerle 最後這裡倒是Beerle 連個版權問題都要沒後台的選手 No 準備看我這比較瘋 我會拳拳到老 別將我的招攤全燒 千萬別給我喊口 因為你沒有瘋 不用不是泰山 從你裡的泰山 So call me 泰山裡的泰山 不要不是泰山 從你裡的泰山 So call me 泰山裡的泰山 真正的聲音不用靠後台 這時候送給所有追求夢想的你們 3 2 1 GO I'm not in that yet 贏得到 你碰著慢慢勾在贏 I'm not in that yet 贏得到 我贏到讓你勾在贏 贏 贏 你演出靠的是勾在贏 我機會靠的是勾在贏 也夠大力 I'm not in that yet 贏得到 Mine is Champions League I'm not in that yet 贏得到 小心我可以要你明瞪在我 暈角上的力 叫你Kissing the Kissing ring 我最高的只夠大一 也夠大一 BLOF 孟辰 太帥了 孟辰 這是自創曲 對吧 因為 有時候會聽到很多人說什麼 因為有些選手一直贏 但是沒有那個 沒有唱得很好 就會說什麼 選手都hold太硬啊 怎麼樣的 但是我只想跟所有選手說 不管每一場比賽 我們不管誰hold太硬 不管誰什麼靠什麼關係 我們就是要hold太硬 抓住機會 hold太硬 有一點諧音的感覺 我們先讓你稍微喘一下 孟辰 我覺得我要站起來跟你講話 你應該 好像也沒來上過我的課對不對 一次來兩次 但是我要說的是 你不用來跟我上課 是我要跟你上課 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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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為了這梗 孟辰 我可以用驚人兩個字來形容這個作品 非常的高難度 非常高難度 然後你的起承轉合 就各方面拿捏 都非常好 然後這個歌太累了 太費體力了這個歌 我從來不覺得 Rap可以這麼累 你竟然讓我感覺 Rap比唱歌累 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那個累 不是說你很勉強的累 而是你 你非常投入 然後你非常用力 想要表達這一切 你想表達的一切 我覺得非常高級 非常厲害 非常 值得讓更多人 聽到你的音樂 謝謝老師 很好 很棒 很棒 謝謝老師 謝謝孟辰 就還滿期待的 就是滿期待會有多少觀眾 會喜歡我的表演 好 台上總共有七位 所以請大家 看好你的票 好 大家票都在手上嗎 好 我們現在是 最大規模的亮票 我們先把大家的票亮起來 每個人 都必須要投三票 最後再提醒大家 不能重複投 三票必須給三個不同的人 好 那我們請大家 來進行投票 投下你的票券 這一次的投票 將會是 是 本年度最強而有力 最有公信力的 全民公投 有請 第一位老師 姓老師 Ella老師 謝謝Ella老師 太多 太多 好的 現在呢 我們已經全數的投票完畢 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投票箱 拿出去外面 同時我們請我們的 李埔法律事務所的李之聖 李律師全程監督 開票的過程也會一併全程錄影 那我們現在請 凌雲還有 申立安來幫我們把 這個 投票箱拿出去 我們 申林之王 歡迎凌雲還有 立安 太好笑 好 我們攝影師全程監督 最漂亮的兩位玄武小姐 申林之王 請幫我們移下去 OK 不好意思 那個 台子也要拿啦 台子啊 不好意思啊 那人搬一半的 好 投票箱 我們現在開始正式的開票 申林之王 太可愛了 很尷尬耶 好 那我們也先請台上的 七位選手 跟凡英老師 我們先稍作休息 靜候佳音 謝謝 老鄉 你一定要得第一名 第一名冠軍的 菲妮莫水 我太看好友廷老師了 因為他 他在友廷宇宙裡面的時候 他就是完全是 都不管任何人 他就可以很專心的 準備他的表演 莉姐有拿到車要給我 我拿到車要給我 再我們去兜風嗎 再我們去兜風 Gail 孟辰 Gail 孟辰 孟辰 鄭可強 可強 Gail 林 孟辰 孟辰 和李友廷 我成 孟辰 weakness � phi 走 小心 小心 好的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開票到一半 我們已經開了78張票 目前呢 我們的絲毅小姐 embassy call還有一張 這邊應該還要有二十一張票 那我們目前開到現在呢 友廷跟孟臣目前在爭第一名 但是呢 我們老師的票還沒有開出來 因為他們一票抵十票 會不會開出來之後又整個翻盤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請我們的玄武小姐 繼續幫我們開票 林孟臣 李友廷 許麗傑 林孟臣 李友廷 李友廷 太小了 好Gail 許麗傑 馮文璇 律師 這是我們百位觀眾的最後一張嗎 是 是Gail 林孟辰 張若凡 好 目前在台上是我們 開出一百位觀眾的票數 目前的第一名是友婷 目前第二名是孟辰 目前的第三名是麗潔 第四名是Gail 這是目前的戰況 我們先請四位上台來 好 現在呢 那律師手中交給我的是第一張票 我為大家開出的是 宥嘉老師的票 孟辰一票 加10 可強加10 友婷加10 為大家開出的是姓老師 Gail加10 孟辰加10 好 麗潔加10 好 最後手中還有三張 我們請宥嘉老師 敬騰老師 一起上台來為我們公布 最後 我手中的三張票 是否能夠翻盤呢 就看這三張票了 Ella老師 孟辰加10 孟辰加10 許麗潔加10 許麗潔加10 李酉婷加10 李酉婷加10 李酯加10 李酉婷加10 小宇老師 孟辰加10 李友廷加10 李友廷加10 許立傑加10 好的 我先公布一下 目前開到現在 還有最後一張票沒有公布 目前的票數 GAL有60票 立傑81票 孟辰104票 友廷109票 最後還有一張沒有開 我們直接請宥賢老師幫我們宣布 從第四名到第一名 第一屆的森林之王 第四名 希望她這趟旅程 有很快樂的回憶 恭喜 GAL 接下來 是我們今天的第三名 非常會唱歌的 許立傑 91票 那麼接下來讓老蕭老師來 講今天的 OK 接下來公布的是第一名 那麼另外一位呢就是 聲林之王的第二名 第一名跟第二名 五票之差 一百 一十九票 李友廷 恭喜 恭喜 李友廷 聲林之王的冠軍 恭喜 李友廷 第一屆 謝謝 孫林之王總冠軍 恭喜 孟臣也很棒喔 也恭喜我們的孟臣 孫臨之王第二名 亞軍 辛苦了 我們現在先請老蕭老師 跟宥嘉老師為我們頒上 這個特別的獎勵 這是大家夢寐以求的 是由我們的 盧廣東老師 作詞作曲一首 恭喜 恭喜 好的 馬上接下來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E-D Today 東森新聞雲的副董事長 馬詠瑞 董事長為我們來頒獎 日本RJC年度風雲車 Mitsubishi X-Craft 冠軍大家 這是你的了 友廷 恭喜你 恭喜你 我們請友廷 跟大家說一下現在的心情 友廷 我真的 謝謝大家 然後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 非常非常 奇特的一段過程 然後 我從中學習到很多 然後 我一定會成為一個 伯父總望更好的表演者 然後 我的夢想 就是能夠 一直做音樂 做到 很老很老的時候 然後 然後 真的謝謝 老師 每次都很真誠 然後 很直接 的建議 然後 在每一集中 就是漸漸成長 然後 學習去 跟這個舞台 相處 我覺得這非常寶貴的一課 然後還有 就是 小宇老師 就是在每次歌唱課的時候 都給我很多 鼓勵 對 然後之後 我們一定要一起寫歌 然後還有 就是 就是 詹哥 我跟詹哥有約好 就是要是 以後真的有機會 可以 入圍 金曲獎的話 得獎嗎 得獎會不會有點難 得獎才有機會說話 對齁 對齁 好 我就會 一定要來 就是 提到詹哥 偉東哥也會提到 偉東哥也會提到 然後 然後我覺得 我最想謝的 就雖然 這個很老套 但其實真的是 我第一時間呢 都是想到的都是家人 因為 他們讓我可以生長在一個 不用去 有後顧之憂的狀態 其實真的就已經 幫助很大了 然後每次 錄完影 或者是表演完 壓力情緒 很 很負面的時候 就是總會 不小心把氣 往自己 最親密的家人 身上出 然後但是 他們都能夠體諒 謝謝你們 最後還有我的經紀人力 我剛才講過就是以後 那個木字名上面 要擠得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李友廷 恭喜你 我們第一屆 森林之王總冠軍已經出爐了 我們再次給 友廷還有所有辛苦的老師 再次一個最大的掌聲 謝謝友廷 大家辛苦了 OK 森林之王第一季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第二季 即將開始 第二季 謝謝老蕭老師 謝謝宥賢老師 謝謝宥賢老師 謝謝你的決手 謝謝你的決手 拜拜 see you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起點 不是終點 那我會再繼續 往我的夢想前進 我只是很開心 那我會成為四個 他們是喜歡的 那我覺得 當亞軍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知足 知足 前面四個都比我強 很公平啊 然後很現實的比賽 居然在鄭可強後面 其實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我們這次的森林之王 因為畢竟有觀眾的投票 很巧的是 前三名剛好來自不同組 創作 舞台魅力 跟歌唱 我覺得這個結果是很棒 很符合森林之王 一開始想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三種不同類型的 才能的人 就總結一句話 其實人生它不是 只有這一場比賽 它只是一個過程 它是一個經歷 那我覺得能夠 站到這個舞台上面 你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 的時候 這個是就算你拿到 有機會到最後面 都拿不到 1 旋令之王